特朗普總統在一個多星期前下達行政命令 禁止7個穆斯林國家的公民 在入境美國之後 不僅引發全國性的大規模抗議 亦在法庭上出現攻防戰 所以目前還未能執行行政命令 香港佐敦道在星期日晚 唯有私家車撞毀一個消防龍頭 噴出水柱 香港一名資深女演員 在電影中飾演過不少欺負他人角色的老婚 今天因為肺捕衰竭離世 終年63歲 週末新聞馬尚為你報導 今天是2月5號星期日年初九 歡迎大家收看7點鐘月雨週末新聞 我是劉慧珊 全球終目的第五十一屆美竹超級杯 今天盛大舉行 詳情請收看本台10點鐘的國語新聞 看看另一則消息 特朗普總統在一個多星期之前下達行政命令 禁止七個穆斯林國家的公民 在入境美國之後 不單止引發全國性的大規模抗議 也都在法庭上出現攻防戰 所以目前還未能夠執行這個行政命令 由吳子敏報導 這名已經持有6卡的敘利亞裔女人 在暫緩執行入境禁令第二天 又滯留一個星期的沙特阿拉伯 飛到華盛頓 在禁止入境的行政命令生效了個幾星期 當局註銷近6萬張簽證 詹滿執行禁令之後 國務院和國土安全部安排補法簽證 並齊日內重啟難民審查程序 新亞圖法院法官羅巴爾雙哥星期五頒令 詹滿執行特朗普針對七國公民入境 和停止接收難民的行政命令 聯邦司法部不服 日品在三藩市的第九巡迴上訴法院 尋求推翻 日品撞話羅巴爾的裁決 不當地揣測特朗普對國家安全的判斷 暫緩執行行政命令 即時對公眾構成威脅 特朗普深夜在Twitter連番發炮 以所謂法官來形容羅巴爾 司法部在上訴的同時 也要求上訴法院 凍結羅巴爾暫緩執行禁令的裁決 但即時遭到上訴法院駁回 上訴法院三名法官要求與眾雙方 最遲在星期一下午提交更多理據 再作聆訊 前景不明入境禁令 美資會不會再次生效 原本已經獲法簽證 但被今入境的七個國家公民 紛紛趁著這個窗口期前往美國 陳某波以新年新氣象為題 說各樣數據都顯示 香港的經濟友好勢頭 希望可以持續下去 除了英國脫歐 歐洲幾個國家今年大選 都有機會為國際金融市場帶來震盪 再加上美國新任總統特朗普上任 令人憂慮到美國新政策會傾向保護主義 會引起國際間的貿易磨擦 首後為大家報導 香港佐敦道是星期日晚 懷疑有私家車 作為一個消防龍頭噴出水柱